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今年首季的制造业 服务业以及初级产业获批投资金额高达428亿令吉 为我国创造了24906个工作岗位 全球喉斗疫情持续 世卫组织突发事件委员会将在23号召开紧急会议 以评估喉斗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曾经二度展年完工的捷运第二干线 不成现第一阶段即将在明天正式启用 到时候将有12个车站率先投入运作 包括原有的龟沙百沙罗 甘巴士拉马和双西盲诺站 首阶段共有20辆全自动的列车投入运作 每辆列车够有四节车箱可以存在一千两百名乘客 至于列车班次为巅峰时段是每四到六分钟一趟 非巅峰时段为七到十分钟一趟 接驳巴士的班次则是每十到十五分钟一趟 手上的特殊 Ismail Sabri 将在明天早上十点 主持推介里列车在下午三点通车 另外所有的新车站 将提供13个接驳巴士的穿行路线 借此扩大公共交通系统的覆盖范围 以便为乘客提供更多的交通便利 如果近期频频发生银行户口的存款 被不法分子转走的案件 导致人心惶惶 而个人资料是否外泄 也成为国人关注的课题 那么统计局对此保证 在当局的监督下 不会发生个人资料外泄的事件 穆罕马乌杰表示 大马统计局拥有保护个人资料的系统 以致不法分子或骇客 无法入侵和截取相关资料 与此同时他指出 当局开发了我的地区 高瓦三顾数据平台 其中包括根据今年我国人口 与房屋普查结果的人口资料 以便作为参考和对比分析 彭亨州去年发生严重的大水灾 导致当地的民众损失惨重 为了让居民早日重建家园 州政府各个单位以及阿联酋大使 拨出四千四百万令吉元柱 重建工程 彭亨州大臣大德西娃洛斯蒂指出 该州政府 乡村发展部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播出款项 让当地受影响的居民 重建和维修房屋 他表示 148间在大水灾中 完全被摧毁的房屋当中 无住房屋的重建工程 耗资七万五千令吉 有住房屋的重建工程 耗资十万令吉 至于另外四千间房屋的维修费用 每间大约一万五千令吉 这项维修工程今年一月份开始 预计将在今年八月份完工 而新房子的建造工程 则是在这个月开始 预计将在九月竣工 基于化学肥料的价格已经上涨到 中油生产成本的百分之六十 中植及原产业部长的 德斯莱德建议 由中原原佐优化使用有机肥料 以降低生产成本 以及加强食品安全 斯莱德指出 除了使用有机肥料之外 原产业部也鼓励原佐 通过实施兼做种植 提升生态系统平衡 以及土壤质量 相关的举措将鼓励原佐 通过经济做过 提升收入来源 同时优化土地的利用 以降低化肥价格上涨 所带来的生产成本 此外原产业部近期 也开放了两项奖业措施 供油棕原原主申请 分别是油棕综合农业计划 以及便利融资计划 通过油棕综合农业计划 种植黄黎的原佐 将有资格获得 每公顷七千令吉的奖业 而种植香蕉、西瓜、玉米 和木瓜的原佐 则可以获得 每公顷三千令吉的奖业 153名大马青年国会议员 即日起参加为期两天的 国会下议院会议 涉及讨论的四项课题 分别是修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 最低结婚年龄 鼓励青年参与出牧业和农业领域 保护儿童老人和残疾人士的修正案 以及建立使用马来文为东盟的第二语言 国会下议院会议 由副会长大多 Muhammad Rashid主持 议决的提案将提成到内阁进行讨论 青年国会平台是一个政府聆听青年心声 和收集看法的平台 并可针对不同的课题进行探讨 从青年的角度提出建议 让青年了解国家政策后 再提出对国家发展或措施等看法 大马数字经济机构MDC昨天开始开放本年度数字内容讲业申请 以援助以及鼓励国家创业业者延续和巩固他们的创作 这也符合我国疫情后的新常态 通讯及多媒体部长丹帅安安穆萨指出 数字内容讲业极为重要 因为这项措施将可协助数字内容创作者将他们的想法转变成可销售的产品 2022年数字内容讲业提供5万令吉给公司、企业以及独资公司 或有限负责合伙公司 被选中的申请者将受邀出席今年8月举行的纯线环节 届时有关小组或专家将对申请者的想法展开评估 随后在9月宣布评估结果 一旦申请获得批准 讲业接受者将有6个月的时间完成他们的数字内容 包括动画短片、视播集、短预告片、公共服务宣传内容、数字游戏 演示或原型的完整互动媒体、数字漫画或完整移动漫画 Anna Musa透露 去年大马数字经济机构共接获111份申请 并且批准总额190万令吉的奖业 受惠者共有39人 该机构早在2016年批准94个数字内容项目给数字创业公司 涉及的款项达3640万令吉 以协助他们开发创意想法和确保有关创作可汇集投资者 有意申请者可浏览2022年数字内容讲页申请网站了解详情 玻璃市记者协会与泰南媒体协会签署谅解被网络 以促进马太媒体之间的文化和专业的交流 同时拉近两国媒体的合作关系 玻璃市记者协会主席穆罕阿随指出 这项举措获得玻璃市王储端估塞发注定的支持 穆罕阿随昨天是在王储以及王储非的见证下 与泰南媒体协会的代表签署有关备忘录 早前王储端估塞发注定配合2022年国家新闻从业圆日 参加由玻璃市伊斯兰与马来西族理事会主办的骑行活动 并向泰国鲁布希勒联邦土地统一及复兴局 以及巴东勿杀的贫困群体给予捐助 配合第十二大马计划 我国之力争取更多新投资 以便为国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丹马投资发展局指出 随着外国直接投资保持活络 加上制造业的项目大幅增长 丹马在今年的首季制造业 服务业以及初级产业 获批投资金额高达四百二十八亿令吉 市级的项目多达九百亿十个 为我国创造了两万四千九百零六个工作岗位 文告显示 首季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两百七十八亿令吉 占批准投资金额的百分之六十五 其余百分之三十五则来自国内直接投资 总额达到一百五十亿令吉 国际贸易和工业部高级部长 指出我国在全球投资者的眼里 还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现阶段有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五千家公司 在大马设立制造与相关服务业务 同时他相信我国可以抓住更多的经济机会 在二零二二年四季拥有更大幅度的增长 纵观各领域 制造业依然是推动国家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柱 获批投资占百分之七十 总额为三百亿令吉 其次为服务业和初级领域 分别达到一百二十七亿令吉和一亿令吉 大马投资发展局透露 在海外国家当中 德国的投资金额最大达到八十九亿令吉 文莱以五十亿令吉排在第二 依据排在后的则是美国三十九亿令吉 香港三十三亿令吉 以及日本三十二亿令吉 之为本地吉达、槟城、雪兰娥、沙巴和柔佛的 获批投资金额总计三百一十八亿令吉 另外 由于受到新冠疫情后的经济重新开放缓慢 大多数的国家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 学院公布的二零二二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中 排名都有下滑的迹象 包括我国世界竞争力排名 从去年的第二十五名跌到今年的第三十二名 其他东盟国家方面 泰国的排名 从去年的第二十八名下跌到第三十三名 印尼也从第三十七名下跌到第四十四名 在亚洲地区 中国也从第十六名的位置下降到第十七名 扭转了中国近年来强劲的上升趋势 显示该国零疫情的战略加剧了经济复苏乏力 尽管如此 中国依旧与新加坡 香港以及台湾 在亚太地区经济当中名列前茅 另外 基于经济表现和业务效率的提高 印度在亚洲经济体中涨幅最大 从第四十三名跃升到第三十七名 瑞士虽然在整体的排名当中保持强势 但还是失去了全球第一的位置 跌到了第二位 由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公布的《2022年世界竞争力》 报告 共针对六十三个经济体进行评估 本集在记转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erima kasih kerana meno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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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ima menonton! Terima kasih ker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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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onton! Ter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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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onton! Tungなので! 舒斯顿卫生部已经启动一项应急计划 也就是卫家中没有降温适时的居民 开设降温中心预防中暑 舒斯顿卫生部发言人表示 高温会导致民众中暑 严重还可能会致死 并透露炎热的天气会即将在西南地区 以及德克萨斯州的部分地区持续 与此同时 美国气象局势景未来几天会有更多的地区 入得更高的气温 如果伴随高湿度的条件 体感直逼43摄氏度 因此建议人们如非必要 否则不要出门 以减少体力活动 印度一名十岁龙亚男童 在日前不慎掉入一个24公尺深的井口内 经过4天的营救工作 救援人员终于成功帮助男童脱困 目前已经被送往医院 接受检查和治疗 据了解 该名男童10号在卡蒂斯加尔邦的 住家后院玩耍时 不小心跌入24公尺深的井口 为了营救这名受困的男童 当局出动推土机和起重机 在井边挖掘一条只有几尺宽的隧道 印度士兵和救灾机构人员也到场协助 张吉吉尔县警章表示 救援人员架设了一部摄影机 监看男童的状况和动作 他也对救援人员做出良好的回应 不过当地官员指出 由于恶劣的天气和挖掘隧道时 冒出毒蛇以及蝎子 再加上男童没有听力也无法说话 使得救援工作的挑战更大 救援人员透过一条氧气管 给男童新鲜的空气 但据政府发言人表示 由于地底岩石相当坚硬 通过挖掘进度缓慢 值得庆幸的是 经过104个小时的救援之后 男童终于获救 他除了身体有些虚弱之外 其他都无恙 目前已经在医院接受治疗 以上是季节新闻的内容 我是拉斯达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